在中文課程中有經驗豐富的指導員 讓你享受歡樂的課程 課程參加者皆會佩戴收信器安全帽 可直接清楚聽到翻譯的聲音 做完暖身超後開始打蛋滑雪 說明雪板的各名稱、穿法、斜在平壁上移動的方式、安全跌倒方式 學習滑雪的基礎操作 在滑的時候雪這樣是在斜坡的旁邊 像這樣在斜坡的話這樣會是會往下滑 然後像如果你跟斜線的位置成這樣垂直的狀態是會停下來的 配戴有收信器的安全帽 能一字不漏地聽到翻譯的聲音 離很遠也能聽到基導員的說明 平地上練習結束後開始練習停止方式 停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確實練習 練習停止後在專用特程場的斜坡上實際滑看看 剛開始滑的時候可能很恐怖 但指導員及翻譯會在一旁接觸儘管您的不安 最初不論是誰都會害怕 但是馬上就會覺得不可怕會滑了 正是因為我們學了滑雪技術中最基礎的東西 滑了幾次之後會抓到絕草 很輕鬆開心的滑 不像是第一次滑雪 安全開心的滑 有機會的話可能會做釣椅 學習安全的乘坐方式及下車方式後 滑實際的滑雪道 一課程滑雪道的不同可能會跌倒 但轉眼間就能學會 課程上完後會有日本滑雪聯盟五級堅定的結業式 也就是學會往前滑和停止的速度 這是滑雪技術中最基礎和最重要的 中文滑雪課程裡一定要確實的練習這項技術 安全開心的滑雪 五級合格後明年可以再挑戰四級 Gala滑雪場中文課程 就算第一次滑雪也可以安全快樂的滑 休息時間不只是滑雪 可以堆雪人玩雪 欣賞雪景和拍照 歡樂得豐富體驗大自然的雪和日本 歡迎體驗Gala滑雪場